因為我小時候是運動員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直接的那個生理的衝動 不管是那種寫實的或是抽象或是小朋友的話 我覺得那個馬上會影響你很難去形容的 撇開任何什麼美財啊什麼狀態 我覺得那個就是會話 也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個很古老的語言 所以說經過這千百年來的演練到現在 現在的人類對於這個繪畫的語言 好像又太熟練 但是又好像是又不太想要去認識他 跟我們講線條有點像 我們的伸跟手的狀態 伸的線條這件事情 不太熟悉握筆或是拿筆或是畫線的人 他們其實在畫任何的輪廓線的時候 他們是很琐碎的 這個是回到胡佐的這件事情 如果是抽象理會裡面的東西的話 就需要再回到抽象文化或具象文化裡面 去談這些 以前現代藝術就有的這些造型原理啊色彩啊 現在在深入前然後再繼續創作的一個部分 是我就是想撇開這些習慣 是我們訓練上來 這麼熟演的操作方式 所以我就會把這些線條就當作是一個有機體 那種舉行 其實我把它歸成它是一種群聚跟分開的狀態 那個跟我在巴西生活或者是拉丁美洲生活的時候 的那一種有點像外來者有點像移民 你像外面又像裡面的人的那種移民身份的認同 或者是文化的差異 拉丁美洲來說它是一個比較像量感的東西 身體的體這件事情 他們是比較對動作對我聞到 這個是很明顯的 很常人家在談到拉丁美洲或是巴西的 不管建築啊或者是他們文學 即便是音樂也是 都會講他們的韻律 它自然的就在身邊 所以也不是說地平線 它就是一個垂直水平的這件事情 或者是拉丁美洲的線條 就一定是只有曲線在講波浪 在講山脈 因為這樣有點太過簡單的二分法 我覺得回歸來講 當作是一個有機的方式在談線條 它可能是破碎了 可能是還會繼續生長 對我來說比較有靈活度 你天生就是因為這個環境 你會有的狀態 就像我們用中文字簽名 跟西方 就像拉丁美西他們在簽名 他們的符號跟我們符號方式就不一樣 連韻律的方式也不一樣 我有短短的一陣子是不喜歡被干脫 用這種很簡單的標籤 談到東方的時期 可是這個時間很短 因為我覺得它是理所當然 它沒有 我沒有覺得需要被否認的地方 在紐約抽象藝術裡面 其實他們很多 我們完全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其實是很接近的 可是我反而覺得 這個都已經是更早的事情 我們現在在看 應該是還有更廣的東西可以談 所以我覺得我會把這個當作是一種痕跡 你移動的痕跡你的筆觸 它可以拿到任何 不管是那一種文化的範疇裡面 它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實在講空間有一個藝術家 很明顯就可以連接到 我們等那個頻率有對到 就是尼羅 我們知道它是在 類似像外太空的環境裡面 所有的有機物啊 所有東西一直在飄 可是你不會懷疑 任何的東西 在我們亞洲城城環境下 我們對空白的理解 跟西方人的理解就是不一樣 我們對空間理解也是不一樣 在這一檔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想去談空間 但是因為我逐漸就會 超氣掉了 我覺得熟練的東西 所以空間感它自然就出來 就是你不用特別去找到 它就會出來 你要去尋找 或是要特別去做的時候 它影韻就不會出現 小時候我的選手訓練生活 到後來對我的影響 我有感覺到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是身體性 一個是本人的東西 像我們在做選手的時候 你的一個動作是要做好幾千萬遍 你只剩下比賽那一次 人家才會看 可是你前面在訓練的時候 沒有人會注意到 可是我覺得揮畫 它其實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可能我們在拿出來展覽的時候 大家就看到這一張圖 可是這一張圖的前面 有任何 它經過好多的 好多的 不管是草稿 或者是被毀掉的 或者是沒有拿出來的 經過很多步驟 或是經過很多的時間 有些可能很快 有些可能很慢 可是我覺得它是 是一種人類的感覺